苏氏三次被贬 写下最治愈的三首诗 读完豁然开朗 有读者曾经留言说 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诸事不顺 十分沮丧 那个时候 他就特别喜欢读苏东坡的诗 特别是苏氏在黄州 惠州 丹州写的诗文 众所周知 黄州 惠州 丹州是苏氏人生贬折最悲惨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三地 苏氏留下了许多诗文 治愈了自己的悲伤 也治愈了许多后来人 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 就读一读苏氏被贬 路上的三首诗文 一定会豁然开朗 黄州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胃口忙 老来世也转荒唐 长江绕锅之鱼美 好竹连山绝损香 竹客不方圆外之 诗人立作水草郎 之残 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1079年的乌台诗案 是苏氏人生的转折点 也是他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在牢里待了103天后 苏氏终于被释放 命算是保住了 第二年 43岁的苏氏被贬黄州 任黄州团练副使 说是团练副使 却不准擅自离开这个地方 也没有签署公文的权利 还要受到官府的监视 黄州是一个穷苦的小镇 纰漏多雨 气候不好 任何人被发配到这样一个地方 心情都好不到哪里去 只有苏氏例外 还有一首出道黄州 自笑平生胃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锅之鱼美 好竹连山绝笋香 竹客不方圆外置 诗人立作水草郎 知残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在艰难的处境中 在险恶的环境中 他说这里水好 与肯定美味 这里山好 感觉闻到了笋子的香味 真正的智者 从不在失望中沉沦 而是发现生活的另一番美好 苏氏就是善于发现人生之美的智者 在黄州 一家人生活无浊 他从学士变成了农夫 学着种道 收获之后 像个孩子一样高兴 他喜欢吃黄州的猪肉便宜 他买回来 研究成了东坡肉 风靡一时 他自己动手 建了一处房屋 名为雪塘 过起了自在矿达的生活 他时常喝着的小酒 与友人漫游 依次夜游赤壁 留下了千古传畅的赤壁妇 本是囚徒一般的生活 在苏氏的经营下 却变成神仙一般的生活 生活不会事事顺意 只有善于发现美好的人 才能获得幸福 林清泉说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常想一二 不思八九 事事如意 粗茶淡饭没关系 朋友散场也没关系 生活不易也无所谓 只要你还拥有热腾腾的灵魂 日子就不会差 惠州 人总要自己治愈自己 惠州已决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杨梅次第心 日淡立之三百克 不辞长座岭南人 有人说苏氏的后半生 不是被贬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苏氏在黄州待了四年 又被启用 辗转在苏杭之间当治州 平平静静过了十年 一直贬书下来 又被贬到惠州 惠州地处岭南 多胀气 在古时 那就是发配重刑罪犯的地方 有人传言 发配到岭南 很少有能活着回来的 苏氏被贬到岭南 又从天上掉到了地狱 此时的他 已经五十七岁了 走了一千五百里路 横跃南方的山脉 他千里迢迢来到了惠州 相比于被贬到黄州时 手足无措 这一次到惠州 苏氏从容了许多 他说惠州风景很美 当地居民对他也很好 住了一段日子 就鸡犬时东坡了 在惠州 他发明了烤羊籍 惠州是似寥落 燃日杀一羊 不敢与在关者争买 持主徒者 买其脊骨 骨间亦有微肉 煮熟热酒露 随意用酒宝点研制 微焦石枝 终日摘提阿启 如戏敖一味 他还爱上了酿酒 自己酿过橘子酒或松酒 俨然一个行家 他一面绿酒 一面喝个不停 直到醉得不省人事 这样的苏东坡 想想就可爱 惠州的荔枝 也让苏氏爱不释手 日旦荔枝三百克 不辞长座岭南人 给岭南打了一千年的广告 在苏氏眼中 岭南不是那个仗力满地 荒芜不堪的地方 而是一个可爱的 可亲的地方 这里的荔枝很美 这里的人很好 他将自己比喻为脱钩之鱼 是啊 挂在钩上 怎能解脱呢 在惠州 他用荔枝 用酒 用美食 治愈了自己 你若爱 生活哪里都可爱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带伤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相信 真正治愈自己的 只有自己 当你沉沦时 如果连你都放弃自己 那么才是彻底没救了 丹州 此心安处 便是无香 定风波 长线人间卓玉郎 天鹰其雨点苏娘 近道清歌传号尺 风起 雪飞沿海便清凉 万里归来 言喻少 微笑 笑时游带领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无香 本以为惠州会是 苏氏人生的终老之地 命运加注于他的苦难 却并没有结束 1097年 花甲之年的苏氏 被贬到了丹州 在海南岛 在宋朝 这是比死刑低等的处罚 海南的环境 比惠州还要糟糕 岭南天气悲失 地气蒸入 而海南为甚 夏秋之交 物无不腐坏者 人非金石 岂何能久 在这里 怎么能生活久呢 而苏氏就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没有住的地方 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 他盖了一间简陋的房子 房后就是槟榔林 他的房子便叫槟榔居 海南地处偏远 苏东坡回归自在 他自如地和他人交往 他的朋友有农夫 读书人 有时候和村民在槟榔树下就聊起天来 庄家汉没有苏氏的学识 说我不知道说什么 苏氏说 那就谈鬼 告诉我几个鬼故事 在与村民的自在交往中 苏氏获得了快乐 有时候村民一天不来和他聊天 这一天 苏氏一定不开心 苏氏有一篇短文 书上园也有 可见他在丹州的心情 吉卯上园 苏在丹州 有老书生数人来过 约 梁月佳业 先生能一出乎 苏欣然从之 不成熙 入僧舍 立小巷 弥一杂柔 无辜芬然 归舍以三谷矣 舍中眼观熟睡 以再汉矣 放胀而笑 蜀为得失 过问先生何笑 盖自笑也 然一笑寒退之钓鱼无的 更欲远去 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这一年的上元节 有几个老书生来看苏氏 问他 月亮皎洁 要不一起出去走走 苏氏欣然应允 穿过村舍 小巷 看到汉族和少数民族混杂在一起 卖酒卖肉的满街都是 一直玩到三更天才回去 而家里的仆丛们早已打起了憨声 而苏氏却今晚的出游而笑而不语 多年前 苏氏的好友王拱 因受乌胎失案连累 被流放广西宾州 在被贬的日子里 是些柔奴不离不弃 相知相守 苏氏问他岭南风土应该不是太好吧 柔奴答道 此心安处便是无香 苏氏深受触动 写下诗句 是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无香 而这句词如今成了他在丹州的写照 来到丹州的苏氏 依然将丹州当作了第二故乡 菜根坛里有一句名言 心随静转则烦 心能转静则慎 快乐的人在荒原 依然有发自内心的璀璨笑容 犹豫的人在卧眼 也可能愁容满面 决定我们人生的 从来都是心态 当你坦然面对命运家诛的苦难 当在苦难中努力寻找治愈的光亮 那么身在何处都如在乐园 苏氏已经离世了984年 可这900年却依然不断地有人提及他 人们向往他在苦难中的乐天 羡慕他在平常生活中的美好 无论在何悲惨的境地 他总能找到生活的乐趣 在苦难中 依然能将生活开出一朵花来 寄入江湖中 便是搏命人 人生于世 没有不带伤的人 如果你困有于苦难时 依然能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 如果你陷入沼泽 依然能自己安慰 治愈自己 如果你跌入低谷 依然不失对生活的希望 那么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什么能够打倒你 无论身在何地 都如在乐园 请订阅关注 愿世间每一个你 都不为苦难 不失快乐 度过一段无悔的人生